第152集 十石小學的校服做什麼?有什麼問題? 藝人沒有將這件校服重新疊起來 就說了 我在另外兩個死者家裡 都找到這件校服 這個就是他們之間的聯繫 你又什麼時候去過另外兩個死者的家? 哎呀 一下不小心說到這裡 藝人沒有現在就有些少尷尬 不小心就說流嘴 大家都知道之前那兩位死者的家 他都是偷偷地數進去 這個不是重點 重點是我找到了死者之間的聯繫 接著張豐就問了 那十石小學有什麼意義? 這個可能就要追溯到另一件案子 難道你說的是那件案子? 楊太就站在旁邊聽到 莫名其妙 她也忍不住問了她 啊? 你們在說什麼? 你們在說什麼? 哦 沒什麼 楊太太 你好好休息 我們就先告辭了 楊人母說完這句話之後 就拉著張豐快快脆脆地離開楊不凡的家 他們兩個人坐回到警車裡 這個時候 楊人母的眼分已經完全沒有了 她心裡還有一陣很強烈的興奮 張豐一邊踏著車一邊就說 十年前 十石小學發生了一件殺人事件 是一個叫做張玉玲的男人 在校長辦公室用一把水果刀 捅死了當時的校長 後來警察在十石小學捉了張玉玲 但是張玉玲沒有任何的辯解 對自己的罪狀全部都承認了 但是那件案子有一個問題 有什麼問題? 那件案的犯案動機不明 張玉玲為什麼要突然間 在毫無徵兆的情況下殺死十石小學的校長呢? 據我所知 張玉玲從來都沒有跟警方提起過這件事 藝人母真是藝人母 他總是可以在看起來很合理的事情上 找到他不合理的地方 而藝人母一旦找到不合理的地方 整件事就看起來真的很不合理 嗯,對呀 動機確實就不知道 而當時的判決依據 都只是根據犯罪事實來定奪 所以說 你們的警察 只看結果 從來都不想想案件過程的合理性 所以我們現在是不是去十石小學呢? 其實張風駕車現在已經開始朝著十石小學的方向行駛了 藝人母就轉頭說 你沒事吧? 今天大連賽日 十石小學別說人 連條毛都沒有 我們去哪裡找? 現在 當然去監獄 看看張玉玲 先 藝人母說完之後 張風立刻的調轉車頭 朝著張軍悲露的成都監獄方向行駛 張風和藝人母在成都監獄裡面 找到一個值班的看家 而且跟他表明身份和來意 那個獄警就說了 你們說張玉玲啊? 他半年之前出賊了 出賊了? 是啊 因為張玉玲在監獄裡面表現不錯的 組織上面審物批准的 決定提前對他進行釋放 那麼 我們想問一下 那個張玉玲在監獄裡面的表現怎麼樣? 我剛才不是說了嗎? 張玉玲在監獄裡面表現得不錯的 又聽說 而且他人是很熱情的 大家都挺喜歡他 那麼 張玉玲有沒有暴力傾向呢? 沒有啊 那就奇怪了 他有沒有什麼奇怪的舉動? 真的沒有啊 你們幹嘛這麼關注張玉玲? 你們想怎樣啊? 哦 是這樣的 我們在查一宗案 發現和張玉玲那宗案有些關係 所以就想著找他了解一下情況 不過既然他不在了 那你知不知道他在哪裡? 這樣就真的不知道 我只知道他出賊那天 他的女兒是來接他走的 後來去哪裡? 我怎麼理得那麼多? 那好吧 真麻煩了 我們先告辭吧 說完之後 藝人母禮手就抓著張風 快快快離開監獄了 離開監獄之後 藝人母和張風兩個人商議了一下 藝人母就說 張玉玲 是不是真的有個女兒? 嗯 沒錯 她的女兒就是在十石小學讀書的 現在我們需要找到張玉玲 就要先從她的女兒開始著手調查 我要你現在去調查一下她的女兒的背景和地址 我們應該可以從她的女兒身上找到張玉玲的線索 好我馬上去做 那魏先生你呢? 你先去查 我還有另一件事情要去解決 之後張風就走了 藝人母一個人漫步在陳土的將軍碑露上 雖然說就說去解決另一個疑惑 但她一點行動都沒有 她這樣不是因為她心裡不急 只不過她是不知道下一步應該怎樣做 雖然找到死者之間的聯繫 但依然沒有找到 令她切夜難免的另一個問題的解決方案 那個問題就是 那個兇手究竟是怎樣 在沒有人察覺的情況底下 去棄屍的呢? 現在魏人母的嘴巴就擔著自煙 心就裸裸亂 任由在她身邊的車輛 就好像流水一樣拆肩而過 那些車弄到飛起的灰塵 就在她眼前不停蜜蜜著 喂!不關你了嗎? 忽然之間一把聲 就從魏人母的身邊傳過來 魏人母轉頭一看 原來是一輛 載滿垃圾的三輪垃圾貨車 在她身後面 而開車的人是一個 戴著口罩 穿著一件 很髒邋遢又很癢癢的 沒有人是年輕人 那年輕人又大聲說一次 拜託你遮遮遮 多謝 魏人母見到後 趕快就閃著她鼓 讓前一條路 一聞到那一輛垃圾車裡 傳過來那股酸酸味 一般的平常人都頂不住 然後他看到那一輛垃圾 停在一个垃圾桶的旁边 那个年轻就跳下车 把垃圾桶拿起来 然后把里面的垃圾 打包好 放在垃圾车上 整个人再跳上垃圾车 然后就开走了 整个过程 艺人母都看得入神 过了好几分钟 艺人母忽然大笑起来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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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终于明白了 他笑得甚至有点止不住 那个样子就很得戏 走过路过的人 都以为他是癫佬 就在这个时候 他的手机就响起了 他一看 是张锋打过来的 他听到张锋在电话的另一头 就很急地说了 大先生 你要查的东西查到了 快 张Sir 你快点来接我 我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 艺人母也都很急地说 因为他现在心里面 那股兴奋 快要爆炭了 张锋开着警车 来到艺人母那里 接了他 他还未来得及 说他调查的东西 就听到艺人母 我继续都不断地说了 我终于知道 空手是用什么手法 去抛尸野外的了 张锋听到艺人母这样说 即时整个人也都醒了神 就问了 是什么手法 艺人母一边点了支烟 一边就说了 垃圾车 垃圾车 现在的张锋的思维 就很难去跟得上 或者去理解艺人母的说法 没错 就是垃圾车了 你想想 三更半夜 把垃圾车 开到偏远的公园里面 去收集垃圾箱的垃圾 是不是很合理呢 听起上去合情合理的 但是把一条丝收在垃圾车里面 那气死的时候 被人撞到的话 不是很容易穿布 不会的 首先 犯人将尸体 收在垃圾袋里面 再放上垃圾车 垃圾车里面的恶臭味 逐而可以掩盖着尸体的任何臭味 包括血腥味 然后 透透地 找一个无人的地方 再将尸体 从垃圾袋里面放出来 至于 为什么不会被人留意到 是因为垃圾车 实在太臭了 当很多人见到垃圾车的时候 都会不自觉地走开 根本 没有人去特意留意垃圾车 更加不会留意垃圾车里面有些什么 所以 垃圾车就是凶手棋屍的最好掩饰 说完之后 那艺人母又不自觉地笑得出声 每次当她破解了一宗案件的谜题的时候 她就肯定开心到 好像她老师掌了一朵小红花给小朋友 那样 张风整个人仿然大悟地说 哦 那样说法 我们就可以跟这条线索去找空手的行踪 欺人母吸着烟就进入了两下头 那我们现在开始查了 等着 不用急 虽然但案件时间很紧 但是还是要一样一样来的 你先说一下 你调查那边的结果先 哦 是的 稍微忘了 经过调查 我们知道了 张玉玲的女儿叫张小婷 不过不是她的亲生女 而是她的养女 十年前的张小婷 刚刚十岁 就是读十石小学 但是张玉玲入獄之后 张小婷因为没有了监务人 那我去了孤儿园 之后她就再没有去过十石小学读书了 啊 准确点说 是她之后都再没有读过书 到了后来 张小婷在十六岁的时候 离开了孤儿园 她是靠同事做几份临工养自己的 听完张峰所说的这一故事 欺人母都叹了一口气 唉 小小个 就失去了父爱和母爱 还失去了教育的权利 一个人 云云恶恶地生存在这个世上 身世 确实够了可怜啊 我想她 应该是一个很坚强的女孩吧 如果不是 都很难熬得到现在啊 欺人母是非常明白这个感受 因为她 有着同样的遭遇 这么多年来 她也是一个人 支持过来的 只不过张峰就没有办法体验 这种感受了 是啊 的确是个很坚强的女孩 那她现在是住在哪里啊 张小婷每日早出晚归 身兼几份工 做事很辛苦的 最后都存了少少钱 于是就在四川大学开了一间奶茶店 现在张峰把她的警车就停在路边 指咀一下对面那条街就说 就在那里了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你收听《奇珍宜岸》 我是精精灵灵灵少爷明 在剧里面饰演神探艺人母 艺人母这个角色呢 好鬼突出的 她机智聪明 高傲过人 木空一切 大点不羁还好色 但同时她又合骨悠情 重情重意 如果你每一集都有听的话 我相信你一定跟着我们 一起破了不少的奇案 那故事接下来 又会怎样发展呢 有什么大案等着危人母 和恶命去破解呢 恶命究竟有没有找到她的亲生妈妈呢 艺人母和林星神 又会不会发展出那种 超友谊的关系呀 好了 这一集已经播讲完了 精彩的故事陆续有来 一定要黏住我们 不要走开呀 再会 第一百五十三站 亭亭奶茶店 一间充满学生气色的奶茶店 而最主要的是 店里面有一位 亭亭欲丽 又好散镜的女孩 穿着一件奶茶店的制服 戴着最美最甜美的笑容 就送给这班学生最温暖的奶茶 艺人母走入这间奶茶店 店员就很热情地问了 先生你好啊 请问要喝些什么呢 艺人母 收了一眼菜单 就点了一杯抹茶奶茶 店员立刻就准备了 艺人母站在柜台前面 有一种很灰瑟的眼神 就盯着这个女店员 这位女店员身材曼妙 钱得臭乔 还有一块天使的面孔 艺人母看下 心都移动一下移动一下 店员准备好奶茶 就递给艺人母手上 艺人母就问了 多少钱啊 百元啊 艺人母拿出钱 就递给店员 你是不是叫张小婷啊 先生 你认识我啊 我不认识你啊 不过我现在很想认识一下你啊 呵 叔 你不是我杯茶啊 比起平时呢 我见到那些漂亮的女仔 都会想搭散 聊聊她们啊 不过今天 我想认识你 不单止 只是为了搭散啊 这个张小婷就好奇起身了 她伤手就扶着柜台 很丝毙地问 那大叔你究竟有什么事啊 艺人母就特意 窒了一下 没有出声 跟着才慢慢说 我想跟你了解一下 关于你爸爸张玉玲的事 张玉玲这个名字 似乎很有魔力 吓得张小婷整个身都震了一下 而且即时她的面色也变了 你想知道她什么事啊 就在艺人母正准备 讲张玉玲的时候 店里面又进了其他客人 艺人母就看了时间 现在是下午的四点钟 她就说了 今晚有没有空 不如一起吃个饭 我们坐下慢慢聊 张小婷一边就为客人准备奶茶 一边就对着艺人母的笑笑口感 艺人母就很明白 张小婷的表情 即是答应一起去吃晚餐 就走出奶茶店 对着在外面等着的张峰就说 张sir 你现在去垃圾处理厂 调查一下张玉玲的综绩 我想一定会刮到些材料的 你记得动作一定要快哦 不然很快就会出人命的了 艺人母说这句话的时候 就说得很严肃 吓得张峰就快就行动起身了 张峰走了之后 艺人母又回到奶茶店 找一张椅就坐下 一边喝着刚才那杯抹茶奶茶 一边就看着张小婷 忙这样忙那样 走来走去的 艺人母发现 这个张小婷的面相 就硬是带着微笑的 心似乎也充满了阳光 对每个客人都是很真诚的 从表面上看 完全都看不出 她是孤儿仔 自小就没有爸爸妈妈疼 从小到大都是一个人 孤零零的长大的女孩 慢慢地天色就暗了下来 一人母一路一句话 都没有出一张小婷 而是展现极大的耐心 默默地等着张小婷落伴 现在时间差不多是七点钟 客人也都慢慢少了很多 张小婷就说了 这位阿叔呀 走吧 我们去吃饭咯 艺人母站在身 走到门口就说了 那我们关门去吃饭咯 张小婷又差不多用了十分钟 把奶茶店简简单单的倒下 电闸一闪 卷门就一拉 才跟艺人母说 喂大叔 你想请我吃什么呀 可不可以不要叫我大叔呢 我看身有这么老吗 张小婷就指着艺人母的八字胡桑就说了 可能是你的胡桑啦 搞得好像整个大叔那样 艺人母摸着自己的八字胡桑就说 不要这么说 我还是很喜欢我执桑的 现在张小婷双手就叉着条腰 好俏皮地说 好了好了不说这个了 大叔呀 你到底请我吃什么呢 再不说的话 我回家的啦 听说村大南门 有一间叫重庆森林的 做拨拨鸡 多不错的呀 你有没有试过呀 张小婷摸着自己的下巴 望着天 样子就有点犹豫地说了 哦那间呀 我都没吃过 不过又好像挺出名呀 可以试试 那走吧 我们就去那家路吃了 于是两个人 就朝着村大南门 就走过去了 在路上张小婷就问 大叔呀 我都不知道应该怎么称呼你 我姓魏 叫我魏仁母就行了 哦 我认识你的 新闻常常提起你的 听说 你是个神探来的呀 魏仁母伸了个懒腰就说 神探这两个字呢 我不是那么兴向了 都是报纸上的朋友 给面才这么说而已 不过我破案细腻 这件事不假的 张小婷听了他这么说之后 就问了 嗯 那就是说 你想来查我老爸 魏仁母现在 也都不掩饰就说了 没错呀 我想调查你爸爸的事情 是啊 你爸爸现在在哪儿 我听说 你接你爸爸出了狱了 唉 没错 的确 是我去接他出狱的 不过 他又走了了 已经离开了这里 什么呀 走了 他坐了十年牢 这么不容易才出来 和自己的女儿团聚 这么快又走了 对呀 爸爸走了了 临走之前 他说自己是个罪人 如果跟我一起生活的话 会很不方便的 还会带很多麻烦给我 所以他就选择离开了 我有劝他的 我劝他留下 但他也很紧密 一定要走 最后 我都没有办法了 那你知不知道 他现在去了哪儿 我都不知道 医人母 嗯 我是认真的 我从来都不会和美女开玩笑 好吧 那我们快点走吧 我真的很肚饿 医人母笑笑口地和张小婷 就漫步到村大校园 忽然之间医人母小声 对着张小婷就说 喂 我们后面有个戴着金鲜眼镜的男子 那个样子生得很猥琐 他好像在跟踪我们 最近有男子追你吗 张小婷就没有转回头 但背部就好像生了一对眼 而背部那对眼似乎 又看到了医人母所说的那个男子 他就很无奈地说了 啊 那个 他呢 常常都帮衬我奶茶店的 不过 是不是追我 我就不知道了 可能 对我有点点意思了 不过 他常常都跟踪我的 弄到我都惊惊地 医人母立刻就拍到自己的胸口了 好像个大男人那样说 今天你不用怕 有我在这里保护你 看来你的样子都挺稳定的 那当然了 新闻里面说的不是吹水的 我真的有两三下散手的 走了不久 两个人就已经到了重庆森林 这间店不是很大 但生意就非常火爆了 幸好他们两个人来的时候 刚好有一张桌子就已经吃完了 他们两个才有位坐 不用再去排队 在饭桌的前面 艺人母立刻就点了一份 勃勃鸡了 他问问张小婷 你之前知不知道重庆森林吗 嗯 知道 这间重庆森林的勃勃鸡 好出名的嘛 而且勃勃鸡 又是一种很特别的冷窝串串 味道更热 我不是说这间店 我是说重庆森林 啊 难道你说重庆森林那部电影啊 没错 就是王家卫导演的那部电影啊 那部电影 我也有看过 是说两个爱情故事嘛 一个故事好像说 一个警察 喜欢一个快餐店的店员 啊 另外一个故事 是一个警察和一个女杀手 发生了one night stand的爱情故事 A人母指了张小婷 又指了自己就说了 你不觉得此情此境 我们在重庆森林这间餐厅里面吃饭 也都进行着重庆森林 电影里面的故事吗 可惜啊 你又不是警察 我呢 又不是快餐店的女店员 我只不过是奶茶店的店员而已 而且我更加就不是林青霞那种女杀手了 身份只是个咸头来的而已 故事版本也都可以更新的 我们今晚就可以上演一部 新版的重庆森林啊 张小婷伸出一只手指 拧了一下就说了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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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的 魏大叔都不是我喜欢的类型的 所以我们之间的故事 是开始不起身的 既然开始不到重庆森林的故事 那我们只有聊一下 阿朗的故事呢 讲到这里 张小婷的眉头呢 突然间就就起身 阿朗的故事 这一出戏 好像是讲阿朗年轻的时候犯了大错 而且还蹲了牢 等他出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有个儿子 还将他的儿子 从孤儿园那里领回来 一起相依为命 魏大叔 你是想暗示我些什么呀 就好像你所说的那样 我真是很想听一下 你和你爸爸上演的阿朗的故事 张小婷现在低下头 他的表情也变得很难受 他慢慢地说了 魏大叔 那你想听哪一段呢 欣然没摸着自己的八字胡骚就说 我想来从故事的开头说起 张小婷犹豫嘴下 最终得决定说 其实呢 我是阿爸的养女来的 我亲生的阿爸阿妈 把我扔在街上 是阿爸 执了我回家的 还养大我 供我吃 供我穿 供我上学 虽然他就不是我亲生的老爸 但养大于生 所以 在我心目中 他就是我唯一的阿爸 听到这里的艾仁母 又拎了一下头就说了 不对 不是这一段 那你想听哪一段呢 艾仁母咳了两声 清了喉咙 细细声就说 你爸爸 是杀了十石小学的校长 才入狱的 我想知道 他为什么要杀人啊 嗨 各位听友 欢迎来收听奇征二案 我是十九 在剧里面是饰演 很喜欢问十万个维神魔的恶名 作为里面一个高富岁 傻白天担当 现实里面 我都羡慕他 不知道 他会一直这样纯真下去 还是最后会终极黑化呢 嗯 我有点期待了 不知道 你有没有呢 好了 下一集已经播讲完毕了 下一集听讲更加精彩 所以 你们一定要继续支持下去 多谢 第一百五十四集 张小婷 张小婷 她没有立刻去答艾人母的问题 而露出很尴尬的笑容 接着 摔下她的头 就吃起勃勃鸡来了 欲人母也没有吹她 要去答刚才的问题 她摇起手 一直在等 等张小婷自己 去闯开心肺 她也知道张小婷 没有说自己不知道 即是表示她 一定知道内情 张小婷现在 只有一滚嘴 固着在那里吃 而欲人母就 筷子也没动一下 张小婷就自己一个人 把整碟一杯杯鸡 全部能吃清光 她用纸巾抹下自己嘴角的油 就说 嗯 吃饱了 欲人母就摸着她的头说 吃饱了 那我们接着来讲故事 吃饱了 应该要散步 消化一下 先消化一下 张小婷站起身 大叔 聊天 要看心情 我觉得 现在的心情多好 欲人母跟着 也都站起身 招呼餐馆的老板就过来埋单 老板 麻烦 麻烦你埋单 他们两个人 走出了重庆森林之后 就走到四川大学的校园里 去到四川大学的校园里 去散步 张小婷就走在前面 渣渣跳跳地 整个人看起来 好像一个无忧无虑的 小女儿 而欲人母对手 就放在背部 面带笑容地跟着她的后面 就好像一个磁场家伯 看着自己的女儿 很开心地在这里玩来玩去 忽然之间 张小婷就转转头 笑笑口地说 你知不知道 其实我很喜欢现在的生活 无忧无虑 自由自在 也没有人会伤害我 欲人母突然就在眉头问 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 即是说 以前有人伤害过你 张小婷停下脚步 站在欲人母的前面 很痛苦地望生的欲人母 其实阿爸就是为了保护我 不想人家再来伤害我 才有这样的下场 你是说 十石小学的校长伤害过你 所以张玉玲才会杀了他 张小婷没有去答他 只是闹嘴一下头 那校长当时是怎样伤害你 张小婷现在双手 捏住拳头 就连嘴角都在抽搐着 似乎在回忆一段 很痛苦的过去 欲人母也不敢再去追问 他依然在等着 你要知道 一个人要说出一段 很痛苦的经历的时候 需要很大的勇气 所以他是可以理解 张小婷用这么长的时间 去做心理准备 那一年我才十岁 张小婷 直至都开口了 十岁的我 对什么事都是懵懵懂懂的 阿爸经常教我 要用心读书 要听老师的话 艺人母现在就默默地在听着 也不去插口 他需要做的就是傾听了 张小婷接着就说了 在那一年 有一天我回学迟到了 被老师罚企 当时我就很内疚很害怕 我不喜欢犯错的 但是人总都会犯错的 我站在教室的门口 一边在哭 一边在自责 就在那时 我听到了一把 很温柔的叔叔的声 小朋友 你为什么站在教室的门口 我就摄高头一看 是校长 我用手抹着自己的眼泪 告诉他听 我迟到了 被老师罚企 他走进教室 就很严厉地批评了 那个老师 然后立刻 叫我回教室了 回到自己的位置那里 继续上课 照这么说 校长也不算是个坏人 哼 没错 表面上来看的话 他不单止不是坏人 在我年幼的心目当中 簡直就是救世主 如果没有我跟着 下来发生的事 他可能真的是我救世主 但事实证明 他只不过是一个 披着羊皮的狼 是一个恶魔 不是 他被恶魔 更加要恶毒 一百倍 一千倍 也 也没有听得很认真 他知道 跟着下来 是故事的重点 张小婷现在 疾了一下 在他心里 是做了很多挣扎 他才说 之后隔了几天 他忽然之间 就来找我 和我说 叫我放学之后 去他家 他说 想单独和我补一下货 我当时很信他 甚至 对他还有一点 崇拜 所以我想也没有想 就答应了他 听到这里 欺人母的眉头 就捏了一够 捏得很深 他隐隐约约 就可以猜到 跟着下来 会发生什么事 而那种事 一定是 喪尽天良的事 果不其言 张小婷就说了 当我来到他家之后 他立刻反锁到大门 他 他哪里是和我补货 他 他是想霸佔我 他 他叫我 脱衣 然后 以后 说到这里 张小婷的声 越说就越小 越来越震 就连他那对 水汪汪的大眼 也都 颜濕濕 好像欺人母这种 铁石心肠的人 现在都难免 为之动容 你知道 对于当时 只有十岁的 张小婷来说 经历这样的事 就算身体的伤伤 是可以好回 但是心理那些伤伤 是会跟着他一生的 张小婷忍着没有哭出来 继续说 但整件事 还不是那么简单 他威胁我 不准我告诉其他人 如果我说出去的话 我就一定会读不成书 而且 他还有办法 搞到我爸爸 没了份工 当时的我 真是很害怕 我当时 只有十岁 根本都不知道 如何对付他 也不知道怎么办 我就唯有 尊重他 只不过 他并不是玩一下 就收手 他隔两三天 就要求我一定要去他家 去他家 去他家 为其他人 服务 听到这里 挨人帽都忍不住了 他就问了起床 什么 其他人 还有其他人吗 是 没错 其他人 他要我 为其他人服务 而且 他在中间 还收钱 那张小婷 真是一个很坚强的女孩 如果换着其他人 遇到这种事 都不知道还有没有勇气 活在这个世界上 更加不好提 带着这种回忆 活到今时今日 还要将这种经历 分享给一个 刚刚才认识的人 够了 不用再说了 现在这个时候 张小婷 有勇气说出来 但是挨人帽 就没了勇气 听下去了 你不是想听吗 为什么 不让我说了 挨人帽 不要正面去答这个问题 而在司徒 尊移的话题 所以 所以你爸爸才杀了他 是啊 最后有一天 我都忍不住 把整件事 告诉爸爸 爸爸知道 校长有钱有势 很难 高得他进去 于是 就拿着刀 冲进了校长的办公室 把他 就这样杀了 就这样 用他自己的自由 换离我的自由 唉 你爸爸 虽然杀了人 但是你爸爸是个好人 真是对不起 要你说回以前 这么不开心的事出来 艾人帽这一世 说对不起的次数 用一只手指 就可以数过来 但今天 他用了这三个字 说明张小婷的遭遇 真的令到他很痛心 而张小婷 就很难受地 拎下头再说 这件事本来就已经过去了 你只不过是个傾听者 又不是参与者 你没有必要跟我说对不起 艾人没有摸着自己的八字胡说 之后就没有再出声了 他连对不起都说完了 也不知道应该说什么 可以安慰这个童年受过这样 创伤的女孩 时间都不早了 我要回去的了 多谢你的勃勃鸡 张小婷深呼吸了两口气 面上又重新挂起了天真浪漫的笑容 那我就不送你了 在艾人没有心里面 其实都想送一下张小婷的 但是他又没有勇气 他听到张小婷这么残酷的经历之后 心肯定是硬着硬着 就好像偷了别人的东西那样 所以就算不Gentlemen也好 他也不可以再送张小婷回家 他很害怕去面对她 张小婷就微微一笑 转转头就走了 他又是这样 喳喳跳跳 好像一只自由自在的雀仔那样 而这只雀仔 还哼着一首小情人的歌 艾人母就不可以亲自送张小婷回家 但是他可以目送她 他一直看着张小婷的背影 直至消失在街头的角落头 张小婷走了之后 艾人母的心真的狗狗不能平静 他甚至都不敢想象 张小婷遭遇不幸的时候的 改一个画面 他怕自己会吐 他这一世人最喜欢美女的 但也不至于对未成年人去下手 这个校长真是抵死 他深呼吸一口气 告诉自己 不应该在这件案子里 参集太多个人情绪 如果这样做会影响判断 等他确实自己 已经从那种低微的情绪里面 走出来之后 艾人母才拿出自己的手机 打了个电话给张凤 张老师 过了很久了 你那边查到什么 张锋 嘔吐了一下就说 嗯 我今天查了几个垃圾处理厂 还真的被我查到 张老师上班的地方 只不过 指是什么 你不要卖关子了 快点说 张锋听见艾人母急了 快快就说了 只不过 张玉宁今天上午 刚刚辞职 现在谁都不知道她在哪里 就好像突然间 人间蒸发了一样 艾人母都未等张锋说完 就收了线 她的面上现在大大地 写着三个字 吴高兴 就差一步 她如果早些发现垃圾青 这个玄机的话 就可以在张玉宁辞职之前 找她出来 她现在对自己 简直是超失望 以她的智慧和才智 完全可以早点想到 只不过 现在事实就是归事实 她已经错过了一步 就是被张玉宁走掉了 现在她要重新制定计划 去抓这个张玉宁 因为真相 已经慢慢地浮出水面 张玉宁几乎 就可以百分之百肯定 就是改一个连环杀手 同一时间 张小婷就已经走到自己的楼下 她就没有立刻上楼 而在楼下的快餐店 打包了一份炒饭 才走上楼 她打开家里的门 就看到一个 两宾都发白 满面胡桑的中年男人 正在愁眉苦面地 坐在客厅的梳化上 而张小婷也没有 因为家里忽然间多了一个人 而觉得很惊讶 又将一份炒饭 递给这个人 那个人 对着张小婷 就很关心地说 你去了哪里 为什么现在才回家 这集故事就结束了 感谢收听奇珍二岸 我是后期 林幻梦 我经常一边做事 一边在想 这集的艾人母 又带着恶明去发生什么 稀奇古怪的事呢 如果你都和我一样好奇的话 那下一集 我等着你一起听啊 第一百五十五集 张小婷笑笑口地 对着那个男人就说了 阿爸 刚才有个朋友请我吃饭 所以才迟回 你肯定饿了 快点吃饭吧 原来 这个满面糊涂的男人 就是张玉宁 张小婷说给艺人母听 说不知道张玉宁的下落 原来是骗她的 张小婷现在换着张玉宁的手臂 将她的头 就枕落张玉宁的肩头上 而张玉宁就摸着张小婷 柔柔顺顺顺的头发 那个样子很慈祥地闻 什么朋友来的 我为什么从来都没有听过你说 有什么朋友 是她刚才才认识的朋友 你个朋友怎么样的 爸爸 你有没有听过艺人母 张玉宁的面色 立刻就变得青了 很急地问 你 你怎么认识她的 她跟你说过什么 她问过你什么 我猜你一定听过 是吧 张小婷就没有正面回答张玉宁的话 而是继续问自己想问的问题 我当然听过她的桌 这几年 入策的人里面 起码有一半都是艺人母送进来的 那些人跟我说过不少艺人母的东西 几乎每个人对她的评价 一句说完 是什么 如果你是个犯的话 你遇到艺人母的时候 一定要坦白自己的犯罪事实 现在张玉宁说这句话 就说得很严肃和很认真 但是张小婷听到 就笑过不停 哈哈哈哈 她们为什么这么说 她们说 就算你不坦白 艺人母都可以把你做的每一件事 查得一清二楚 就好像你穿着厚面 她都知道你今天穿什么色底褲 坦白的话 或者可以争取宽大处理 如果你玩东西 死硬 哼 她们真的这么厉害 我就不相信了 张玉宁轻轻的 敲在张小婷的头壳顶 就说 总之都是小心点好 下次你看到她 就好运路走 别让她查到些什么 我现在还需要些时间 接着张小婷站起来就说 好了爸爸 你先吃饭吧 我累了 我先去洗澡 准备睡觉 张玉宁就和她揮了下手 示小婷快点去 等张小婷 紮紮跳跳地走进洗澡房 张玉宁才小声 自己和自己说 只差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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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张风又心急 她就当然坐不定了 很急地问 现在张玉宁不见了 毅先生 让我发个通緝令 这样可以快点刮她出来 不要让她说 不行 这个时候千万不能打草惊蛇 万一被她离开了成都 我们再捉她就懶了 但是 我们不能守株再兔 如果她按理所说 真的为了复仇的话 她一定会再做事 说不定很快 有新的命案出现 没错 我们就要等她先行动 话实话 张玉宁偷走了一部垃圾车 是不是真的 是啊 她虽然辞了职 但是垃圾车 就没有还给垃圾处理厂 今天个负责人还很生气 还说要找张玉宁算账 那就对了 她们一定会有行动 而且可能就是今晚 因为她们怕夜长梦多 所以急于行动 她们一心急 就会容易露出破绽 今晚 那她会在哪里行动呢 张玉宁熟悉垃圾处理厂的工作流程 我想她抛尸的时候 一定会特意避开 遇到其他垃圾车的时间 哦 我跟着呢 只要去找一份垃圾处理车的时间 和行程安排 排除已经经过的地方 正下来的 可能就是张玉宁 会炮尸的地点了 艾仁母点着一支烟 悠哉悠哉的说 现在张风正准备摊着一部警车 好 我们现在就去垃圾处理厂问一问 不是 你是要去调查 哎呀 我突然很饿 我还是去吃点东西 艾仁母带着一支烟 就下车了 很快 她只见到张风的警车的后尾灯 艾仁母就适当找了一间烧烤店 边吃烤串边喝啤酒边吃烟 还一边等张风的消息 走足到饭饱之后 张风的电话才打过来 艾仁,我找到了四个符合要求的地方 四个?这么多? 看来只能分头行动 都有哪些地方? 有国防公园 錦城公园 天鹅湖公园 清索猴公园 这四个 那好了 你现在就立刻去联系一下萧伟和杨文义 叫他们两个今天加班 你去房城公园 叫萧伟去錦城公园 杨文义就去天鹅湖公园 而清水河公园 你我最近 我就去那里守住 好,我马上安排 张风真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这个电话吸了扇之后 他又方方望望地去安排埋伏张玉宁的事 现在人母和张风就不一样 他一点都不放张 也都不腾鸡 因为他心里早就已经计划好 他这一份人从来都有计划周全 他慢慢地叫了一辆tax 然后上了车 对着司机就说 师傅啊 麻烦去清水河公园 坐在tax上 挨人母 就回想起岳明 他觉得 如果现在有岳明在就好了 岳明在到的时候 他出去做事 至少都不用坐tax 这么麻烦 岳明就是他的专职司机 一想起岳明 A人母又会想起 岳明在那边 不知怎样呢 他和他前女友复合了之后 一定就一起过年了 说不定不用过多久 A人母就可以收到他们的 红色炸弹了 想到这里 A人母自言自语地笑了一声 搞到那个司机就好奇地问了 喂 兄弟 在这里笑什么啊 啊 没什么事师傅 你专心驾驶你的车可以了 我只是想到一些很搞笑的事而已 其实A人母笑的是 岳明在成都的时候 那个叫方云的曖昧对象呢 A人母回到成都之后 就代岳明和方云说了 说岳明他再也不可以回成都了 那个方云听到之后 还哭得很伤心 他永远都想不到他这一世 居然会为其他男人去刷 有关女人的苏州市 Taxe很快就到了清水河公园 现在已经是晚上的11点 在清水河公园几乎 都看不见一只的人影 A人母一个人顶着寒风淋淋 漫步在黑妈妈的清水河公园 他不断计算了一下时间 上次十灵森林公园 发现尸体的时间 刚好就12点剩 那就是说 张玉宁如果是在清水公园棄屍的话 那他应该在这个时间段 都会有所行动的 公园里是黑妈妈 没什么光的 草虫又多 是用来埋伏极佳的位置 但艺人母又没有心急去找个地方躲起 他才是四周围游荡了一下 因为清水河公园 面积都不小 如果死守在一个位置的话 很容易就错过了张玉宁 反正张玉宁 是拿着三轮垃圾车的 那一定就会有车灯 只要离远望见灯光的时候 再躲起来 也完全来得迟 果然没有过多久 艺人母就见到一架车灯 从离远处就慢慢靠近他 他自己就静悄悄地退到草虫的当中 那架车灯很快就停在不远的草虫边那 艺人母定眼一看 果然是一架垃圾车 他见到一个戴着口罩的男人 从车上就跳下来 接着很吃力地从车上就拖了一个很重 又饱满的黑色索尿袋 那个男人把那个黑色的索尿袋 就拖到草坪的正中间 之后就撕开的口 之后一块惊恐 而且白了没了血色的面 就出现在灯光底下 一看就知道是一块死人的面 而更加重要的是 那块面的口里面 还担着男人的那条东西 戴着口罩的那个男人 把那个袋完全撕开了 把赤裸裸的尸体 从那个袋里面拖出来 才把那个袋又拎回到垃圾车的垃圾堆里面 这个男人的动作已经完成了 他马上就要准备走 艺人母一定要现在即刻采取行动 就在艺人母准备冲出草丛 当场逮捕那个男人的时候 就有一件令艺人母完全没有估计到 令他辛辛苦苦计划周长的plan 就落个胸 因为就在那个千军一发的时候 艺人母的手机居然响起了 手机的零声艺人母听得到 那个戴口罩的男人也听得到 这个时候的艺人母 真是十万个诅咒的打电话过来的人 离手来想把这个电话扔坏了他 谁这么不知停 偏偏在这个时候 敢打电话给他 那不用问阿桂 那个戴口罩的男人 就趕快跳上垃圾车 走驾不透了 这个时候艺人母也没办法 就唯有用自己双脚 11号车去追那辆垃圾车 但是人的脚硬快 怎快得过电动车才行 他一路跑一路追 就一路见到那辆垃圾车 越走越远 只不过艺人母他没有放弃 他一路追 一路就拿出手机来看 来电显示告诉他 那个不知订的就是张凤 一接听电话 张凤那头就说了 黎先生 有一件事 但是这个时候的艺人母 理得鬼他说什么 大声骂了先 我撑你个肺 早不打前不打 偏偏这个时候打电话过来 如果我今晚捉不到张玉玲 我回转后找你算账 说完之后 立刻就吸了线 继续去追 应该是张玉玲那个戴着口罩的男人 只不过 当他追出去清水河公园之后 就只能够离远地看着张玉玲的车影了 就在艺人母准备放弃的时候 一个银色的甲壳从汽车 忽然之间 从角落头上 就冲到艺人母的前面 跟着的车窗 还摇了下来 露出一块清清瘦瘦的帥子样 艺人母就瞪大眼了 这个 不是恶鸣? 恶鸣即时对着艺人母大声哑 你不懂解释了 快点上车 嗨各位听友 欢迎你收听 奇珍异眼 我是英哥有声 是这部书的后期之日 这期五部讲完备 下一期更精彩 多谢你们的支持 第156集 在初头的时候 艺人母靠它是11号车 它的一对脚 那当然跑不过三轮的垃圾车 只不过现在的艺人母 将11号车就换成四个轮的架扑虫 很快就和那辆车的距离越拉越近 不过 现在的艺人母 早就已经不记得了 把张玉宁这件事了 他整颗心思就放在 现在专心开车的恶鸣身上 艺人母看着恶鸣 大声就说他了 你为什么回来 我不是叫你好好留在深圳的吗 但岳鸣就没有转头去看一眼艺人母 而一直一直够看着前方走路的垃圾车 事事单单地回答了一句 现在不是谈这个时候 我们先将嫌疑人追到再说 艺人母听到之后就不介意了 那个疑犯迟早就会捉到 但是你要告诉我 为什么你会回来 哎呀你好烦啊 这个艺人母现在这个时候 在那儿沉沉沉鸡都不断 搞到恶鸣就简直没有办法 专心去追那个嫌疑犯 四个车的小车竟然差点 被三个车的三轮车摔掉了 你觉得我烦我都要问的了 你回来到底干什么 那边的事业理不理了 你的女朋友呢 你都不理了 好了好了 告诉你了 我回来是因为这里有我的事业 那恶事集团呢 怎么办 你爸爸的基业呢 那又怎么办 那个是我爸爸的事业 不是我的事业 我一手建立起身的事业 是名模偵探事务所 虽然这个时候 恶鸣是忍不住 冲着艺人母大声地叫 只不过他的注意力 从来都没有在前面的垃圾车那里 而开走 所以也都没有被那一架垃圾车摔掉了 艺人母就叹了一口气就说了 看来你把我和你说的东西 全部都当了耳边风了 你走了之后 我仔细想了一下 我完全是没必要 是都要听你说的话 我有我自己的主见 去做我自己的决定 再说了 恶事集团我都没有丢 我只不过 是加了给更加职业的经理人去打理 那你那位女朋友呢 他支持我的决定 说到这里 艺人母拿出一支烟就点着他 索了两口之后 才慢慢说 好吧 那我们先做正经事 等事情结束之后 我再跟你好好谈一下 没有必要再谈了 这个是我想了几天才做下来的决定 没有任何人可以改变他 惡名这个时候 已经踏进的油门 加大马力了 之后艺人母 亦都没有再讨论这件事了 又将他的所有注意力 转回来越来越近的 改一辆垃圾车 最终 三个车始终 都跑不过四个车 甲壳重 一个压伤线 强行超车 再来一个急转急煞 整个车 横放在三轮垃圾车前面 既然垃圾车就没有订走了 当然就不会坐以待毙了 他即时跳下垃圾车 一落车就起势地 对着小巷跑 那条巷就很窄 甲壳重 当然就进不了 所以艺人母即时也跳下车 再用他的十一号车继续去追 当两个人都用十一号车跑的时候 艺人母的短跑速度 真的不差过任何一个职业的短跑运动员 所以根本都未跑出几十米 艺人母的一手扯着张玉宁的衣领 向后大力一吻 张玉宁即时对整个人躲在地上 艺人母吃着个细 骑在张玉宁的身上 两个湿头哥就压到张玉宁的手臂 撒得住 弄到他动都动不了 这个时候 他就离手把张玉宁的口罩掀开他 一张绝望又仓佬的面 在微弱的路灯下 就呈现在艺人母的面前 艺人母都笑着说 你还想走 今次终于捉到你了 但是张玉宁就一声都不出 在这个时候 岳明也赶到你了 他很好奇地说 这个就是你和张警官这两天追踪的人? 怎样? 你已经和张锋联系过了? 我真是笨了 这样也想不到 你可以找到我 肯定是张锋告诉你了 这样说来 他刚刚打电话给我 应该是想说我知道你回来了 唉 看来我怪错了他了 你到底在这自然治愈些什么? 啊 没什么 你打个电话给张锋吧 call他帮一些马过来 过了晨间 张锋 杨文尔 萧伟 他们带了不少同事 马不停蹄地赶过来 张锋和萧伟从艺人母的手里 接管了张玉宁 张锋用手塔 踏着张玉宁 很严肃地说 张玉宁 你涉嫌多起谋杀案 现在我正式拘捕你 你有权保持沉默 但你所说的每句话 都会成为程堂正宫 但现在的张玉宁 只冷笑了一声 之后一句话都没说过 张锋正准备带张玉宁走的时候 就听到艺人母说了 张Sir 你先不要带她走 我有几句说话 要问一下她 艺先生 有什么要问的话 快点了 我还要带她回去 艺人母摸着自己的霸智胡桑 望着这个张玉宁 神情就很严肃地说 张玉宁 你知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 张玉宁 轰了一声就说 我认识你 监仓里面的人都说 见到艺人母 就一定要坦白自己的罪行 要不然她就会玩残你 然后再揭你脑底 哈哈 原来你这么会说话 我还以为你是啞的 既然你知道我的手段 那就乖乖重实招来 唉 其实已经很明显了 我就是杀了四个人 严格来说 你应该杀了五个才对 还有一个在十年前的十石小学校长 没错 确实是五个人 最划死的就是那个校长 你为什么要杀了他们 哈哈哈哈 他们是一群仆佳来的 仆佳没天秀 难道不让我来秀吗 他们都做了什么坏事 令到你这么恨他们呢 他们当然做了畜生才会做的事 试问 有哪个人 会向一个十岁的小妹妹出手的 他们对那个女孩做了什么 艺人没有知道张玉宁所说的那一件事 但他不希望张玉宁把那件事说出来 毕竟这件事太过于残忍 所以他就跳过这一段就说了 所以你是为了服仇才这样做的是不是 没错啊 我就是要报仇 十年前 你只是杀了一个人 那为什么 现在又想杀另外的四个人呢 因为当时 我并不知道还有其他人都有份的 但是毫无疑问 那个校长是主谋来的 他策划了这件事 并将阿婷出卖给其他人 并且他做了账 我在他办公室堆垂了他之后 无意中 我找到一本帐簿 并且我凭记忆记住了一些名字 但是我没有记住了 如果不是死的 就不止这几个仆街啦 张耀宁他 轻描淡舍地说出这番话 好像杀的不是几个先活的人 而是几条鱼 欧阳母又摸索自己的八字胡桑就说 这样说来 你在监牢里面的时候 都一直记住这个仇 所以一出欲 你就立刻策划了这个复仇的计划了 是不是 这个时候张玉宁 挺起他的胸膛 毫无悔意地说 没错啊 我忍欲负重了十年 我就是为了报仇 就算叫我坐成小 我都一定要堆垂他们 欧阳母走到张玉宁的前面 只是望着张玉宁 由头到脚 好像猎人在那观赏自己的猎物那样 搞到张玉宁就全身都不自在 就很疑惑地问 你…你想怎样 魏阳母露出很诡异的笑容 就说 多谢你今晚 说了这么多信息给我们听 你…你什么意思啊 张玉宁现在整个人都很迷茫 但是魏阳母又没有正面去回复张玉宁这句话 而是对着张锋说 张Sir 我问完了 张锋就露了一下头 就对着张玉宁说 走吧 顺手地把她押入警车 就在这个时候 张玉宁忽然之间 面色就大变 她又想起监狱中 玉宁跟她说的话 当时那个玉宁是这么说的 当你面对魏阳母的时候 不要沉默 一定要坦白 但是其实后半句 还有一句话 更加不要试图 用大话去掩饰真相 她会从你的大话当中 看到更加真切的真相 张玉宁现在 整个人都乱了 好腾鸡地一边就挣扎 一边就大哀 我就是杀人兇手 我就是 哎呀 瘦声 老实点 张锋见到她这样 就大声喝她 而且还用了很大的力气 才把张玉宁押上警车 所有人都走了之后 这条街就剩下 艾仁母和岳明两个人 艾先生 案件结束了 艾仁母摸着自己的霸字胡桑 没有出声 现在的她 又处于一种沉思的状态 岳明就没有继续追问下去 忽然之间 艾仁母就大声叫 快点上车 我们去四川大学 啊 啊什么啊 快点 还没等岳明反应过来 艾仁母自己就踢上那辆甲壳 岳明见到这样 她先跟着上车 还踏着了一部车 就问她 我们去四川大做什么啊 艾仁母皱着的眉很严肃地说 我们要去找一个人 什么人啊 是都要大半夜去找 等岳明踏着一部车之后 艾仁母才慢慢说 一个对于这案子至关重要的人 等等 这案子还没结束吗 当然没结束 那我们刚才捉到一个人 不是兇手吗 岳明啊岳明 你表面看起身似是答案的 往往只是为了掩盖真正的真相 难道你这样都不记得了吗 因为艾仁母的话 搞到她想起无奈之前 经历的所有东西 她自己就是被人砌生猪肉 吃死猫差点 成为杀人兇手的那个人 而且当时的真正空手 就隐藏在真相之下了 岳明忍不住就问了一句 所以空手是谁 我们要去找的人 又是谁 艾仁母吸着烟 大口大口吐了两口烟气 就说 真正的空手 很快就会出现了 现在 我们就是要去找一位 穿大的学生 嗨 各位听友 欢迎你收听奇珍二岸 我是全开 艾仁母今次一定会输给我的 仁母 你说是不是 喂 仁母 仁母 唉 又不知死在哪 这集播讲完畢 下一集更精彩 多谢你们的支持 再见